这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加工方式 在金属与刀头一次次的双向奔赴后 就有了这样一堆密密麻麻 均匀分布力证占好的片状结构 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作车销赤片 那它有什么用呢 最常见的就是散热器了 像电脑CPU 汽车发动机 工业设备等 都需要及时地把热量送走 那自然要使用导热性良好的铝或者铜 与此同时把金属切成一片片的 可以增加散热面积 再加上竖直排列 热空气受热膨胀上升 冷空气下降就形成了对流 此时搭配个风扇散热效果就更好了 咱们回到赤片的制作过程 它具体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切削 挤压翻转和弯曲成型 那在此过程中 如何避免赤片像羊肉卷一样卷起来呢 首先是刀头的角度 锋利度以及切削速度 也就是说材料得受力均匀 其次要固定好金属的位置 不能在切削的过程中发生移动或者震动 再者 赤片的厚度也很重要 一般在0.2毫米到2毫米之间 太薄的话就容易弯曲 还有那滋滋往外冒的切削液 它能起到冷却 润滑 清洁和防锈的功效 最后 赤片往往还要经历一道滚尺工序 即通过滚压将它们进一步的轿直和压实 以消除加工过程中产生的微小弯曲 当然 除了车销 赤片的成型工艺还有很多 比如挤压工艺 就是将金属加热到一定温度后 通过模具挤压成赤片的形状 再比如焊接工艺 直接将加工好的赤片焊到基板上 像鲁味铜底部的赤片便是如此 它们能提高热传导效率 节省能源